現在換言一個問題是關於處理人的問題或任何困難 問題是我不介意、放手、饒舌、祝福 問題解決不是的,是兩個問題 一個是處理內心,一個是處理實際問題 為何這兩個要分開? 我們要知覺分開 因為不處理內心和處理問題是會有問題的 為何呢? 譬如說,有個人傷害我們,我們發脾氣 發脾氣的時候,如果沒有處理 或是沒有發脾氣,但是心很激氣 這個激氣就會不知不覺出現 在處理上就會出現,日常生活會出現 譬如說,我們不喜歡某個家人 每次見到他已經不強 他說什麼話更加有生氣 所以如果真的要處理,是要由內心先 然後先到行為 內心是怎樣呢? 我們在介意的時候,是幫不到人的 為什麼呢? 當我們在生氣的時候,心就不服氣 不服氣的話,那些說話出來 就會不知不覺走出來,就會有負面了 因為我們人是很透明的 雖然我們盡量想學,收藏 即是有些人,我不是每個人 我們應該學透明的 但有很多人,他們學我假裝沒事 但是呢,很簡單的,我用一個例子 譬如有一個人見到你很開心 你看到他喜歡你,很開心 有一天,他與平時不同 但他又沒有生氣了我們 他只是與平時不同 我們就會察覺他今天與平時不同 他沒有生氣,但見到他不自然 不釋放,不放,說話不自然 覺得有些人不同了 即是說他以為收藏 我沒有出聲,我沒有做任何事 但我們已經覺得有些人不同了 但當我們能夠處理 不過如果處理到別人看都看不到 這個很高度處理 我真的一點都不介意 因為我接受別人是罪人 所以他發脾氣,我接受到他是這樣 所以我心裡就說 其實發脾氣的人都受過很多傷害 所以我會連率發脾氣的人 我會看出他,我會祝福他 我會饒恕他 因為你的動力就是 我的生命很寶貴 如果我越被人影響,我就越破壞 我何必破壞呢 所以我的內心就說 我不介意,不要緊 我的心祝福他,不會吃虧 我也不會不腳 因為神會給我 我內心處理了 然後態度就會改變 不過人始終是人 能夠處理到 能夠全心祝福的人 是不容易的 不是那麼快去到那個位置 不過我們向著方向去 至少不要說話 直接爆出來 不要一邊激氣 眼神看到他有火 這些就去到最差的位置 中間的位置就是呆激 又不會發脾氣 不過看到他就不會說話 這個位置 由另一位開始自然一點 不過還是不夠自然 跟另一位朋友是好談的 但一到他那裡 總是說話不太好 去到這個位置 然後再去到這個位置 真是說心不介意 我真的 因為我見慣罪人 人人都有問題 他的問題是甚麼問題呢 就算他是我們最親的人 就是我不因為他搶 我不需要因為這樣而不開心 我不需要因為這樣而發怒 如果我們有幾個動力 第一個動力 我的生命很寶貴 神很愛我 我的生命可以大大發揮 如果我不開心 就影響我的生命發揮 就會打折扣 但如果我平安喜樂 我不介意 我們心就放手了 放手就能夠反而祝福那個人 譬如我自己也有想過 曾經當我經歷聖靈的時候 當時有一個人 是挺主力的 逼迫我的 不過這個人 我已經沒有見很久 可能我見到他 也不記得 不過如果我真的見到他 我也有想過很多次 我會真心去祝福他 我不用跟他說聖靈 我只是跟他說問問他 關心他 說正面的話 因為我心裡已經不生氣 我覺得不重要的 我受迫班離開了傳統教會 反而我的路 不知道多大 我的路 我一點都不介意他 並且我會求神祝福他 我還會說 神啊 按照祢的方法 按照祂的方法 祂能夠走得到的路 走在祢的道 以至祂將來得到神的歡喜 就是說我們處理內心 我們就處理實際了 處理實際有很多 處理內心也有很多技巧 就是我們要找出哪個位 我們激氣 哪個位 我就要處理 那樣東西 譬如我 不扣的人 我就是為什麼不扣呢 因為我覺得不服氣 他對我不好 我一定要做些事情 那我不扣 那是不是一定要他做不好 所以我要報復 那我們就自己拆解 是不是一定要報復呢 報復有什麼不好處呢 就是哪個位 我發覺我不扣 我生氣他 我不喜歡他 我覺得神不好 這是要拆解的 就是全部這些負面的都要拆解 那我 我覺得神不好 其實神是好的 是我自己發脾氣 所以我說神不好 那我就知道 我就要拆這個東西了 那需要可能 很多次祈禱 一邊祈禱 一邊說不要緊的 不要緊的 神給我 我先求神的國同意 一切給我 我心願來鬆軟 那我自己真的試過很多次 處理不同的人物 有些人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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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我錯 我處理了阿神 我真的有機會 我真的要大力祝福他 有些人我真的已經見不發了 他已經不在這個世界上 我就說 阿神 我遇到其他難相處的人 我都去祝福他 我會在心裏 每一次想起 我都放鬆 每一次祈禱 我都說 就輕省一點 好像耶穌那樣 有何謙卑 輕省的 我處理他內心 變成他內心裡面 沒有那麼多次 沒有那麼多事 介意 當然 我不是絕對 絕對能夠做到這件事的 那 這是第一步 我們一直去 我們每人100% 100% 做到完全的 輕省釋放 但我們可以盡量去到一個位 真的不介意祝福他 這是第一個位 但至於 我剛才所說的不同智慧 就是 如果對神埋怨 就要處理不同神 如果對人不強 就要處理人的不強 覺得自己 我沒有意義的 我認為人生永遠都是壞 又要處理人 總之凡是甚麼 就要根據情況來處理 對於人的問題 處理實際上很多元化 第一 我們決定這個人會不會改 假設你有個龐 你有個公 已經是九十歲 他一輩子吃飯 都是跌到 不是一輩子 他老之後 跌到整個地都是飯 他用碗布 就當面布 洗臉 他做這些事情 有些事情 他已經胡胡胡胡胡 你要去想 你勸他改 他會不會改 可能你都說 他幾十年都是這樣 有些人 男人都罵了幾十年 會不會改 很難 很難的時候 策略是甚麼 可能有時候 如果老人家 拿著碗布 想洗臉 你就給他臉 你不用跟他解 你不用跟他辯駁 你不用跟他辯駁 你不用跟他改變 有些人不能改變 有些人不是因為老 而是因為固執 有些人同一處理 他是發大的脾氣 脾氣比之前更慘 你未處理更慘 這是我們要判斷的 判斷了有些人 我們真的只能夠接受 廣東話一句 你就當作唱歌 但你一直祝福他 有些人需要這種方法 但有些人是可以談到的 那些人就談 但談到都要看智慧 因為智慧 為甚麼呢 有些人一跟他說完 他做了你仇人 他可以改變 但他不強我們 所以我們都要察覺 我們的說話 有沒有令人不強 這是一個高度的敏感 很多人不覺得這些說話重要 例如說 為甚麼這樣做事 為甚麼這樣 這個說話很多人都會說 但覺得很正常 很平常 但這個說話 如果個人心有些不喜歡 是會變差的 為甚麼你這樣做事 為甚麼你這樣說話 不喜歡聽到的 就算那個人喜歡我們 他都會受影響的 所以我們要分辨 有甚麼說話 是會令到對方不喜歡 和有負面的效果 我們處理問題 千萬不要用這個方法 但是處理問題 其實基本上 第一我們做人 經常都說正面 經常都欣賞人 經常都欣賞人 經常都是欣賞他的 多謝他的 家人都是一樣 有做錯 立即認錯 做多些行動 對對方好 這些是預備鋪路 我們可以改變的 這是預備鋪路的 如果要改變人 最好先說一些欣賞的說話 你有很多事做得很好 真的很欣賞你 你真的對我好大的幫助 有一個問題的方法 有一個問題 我們想想方法如何處理 你不要說 有一個問題你想不需要改 他就說我改 我不知道如何處理 我問一下你的意見好不好 好聽很多 舒服很多 因為我們一起面對 而接受人的問題 我們也有份 所以我們一起面對這件事 明明是那個人 假設每次有什麼事發生 他就發瘋了 你也不要說他錯 而是說 有一件事我發覺 我們一說到問題的時候 有時候 好像 你也 怎樣說法 怎樣說法 都是看情況的 有時候可能你覺得 我處理方法不太好 我們一起想想 這是很謙卑的方法 明明是他錯的 但你也覺得 那些處理方法不好 不如我想你告訴我 給我一些意見 我們怎樣處理得好 如果真的 我們看到這些位置 我們可以改善的 跟他說 他會 他會 他會覺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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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重 他的說話好聽很多 但如果你一說到 你有什麼要改善 他會立即 鬆起降 這就是求神 給我們智慧 如何處理 而有些人 你對他好一點 他會慢慢改善 有些人是不可以說的 你慢慢對他好 他會改善的 有些人 你怎樣對他 他都不會改善的 但我們始終都 堅持對人好 這就是 我覺得 兩個分開的 我們要求神 給我智慧 有些情況 你真的覺得 很難的 你可以找我們中間 腳頂指揮給意見 都可以問我 給意見 我是很懶疑 這個問題 是一個很個人性的問題 是問到我當時 被迫快的時候 我裡面有個情緒 我想說 我都是人 不只是那次 有很多次 我發覺裡面有情緒 有時候 一下子 不喜歡 很簡單 巴士走了 你不開心 那一下 有些是輕度 有些是中度 有時候跟人相處 總有這樣的情況 我可以說 如果有人說 我沒有負面情緒 我真的覺得是說謊 沒有一個人 是完全沒有負面情緒 馬上已經全部鬆了 問題就是 我們需要多久 這是刻意做 因為我珍惜我的生命 所以我刻意盡快 不過有時候 我們自己都會給自己藉口 我自己發覺自己藉口 是他壞 是他那麼差 我們會有這樣的藉口 但我自己都說 總之他怎樣不好都好 不關我事 不是我的問題 我都是依然對他好 我已經習慣了 因為神是操練我 由1998年至2008年 這十年我真的 可以說神是 我一樣有時光的機會 但不是最全面性的 那十年是我處理生命的十年 之後呢 神就開始給我教導 即是給我很多不同的教導 那我 在這兩段時間 那十年 我都是很多次 有情緒 但我又處理 處理一下 處理一下 我開始覺得不需要 即是盡快 不需要你了 有時幾秒鐘 有時幾分鐘 這樣盡快處理 而過後呢 神就幫我 將這些過程拆解 和神做樣做樣 給我不同的教導 看到神的美善 即是我們人呢 就會很激氣 但神居然這樣接立我們 那我就越欣賞神 即是我越看到人 不難做得到 我就越欣賞神 那這個就是 我很感謝神 即是給我一個過程去學習 那大家都需要的 並且刻意的 我是刻意的 我會分辨 怎樣分辨呢 我一認識一個人 我會開始分辨 我不是判斷他 我不是定他的罪 我是說 我會知道這個人 可能他會有時 彈一句什麼話出來 有時他的行為 可能會怎樣 我接受了是這樣 變成他 他真的有什麼反彈 我知道 我已經知道了 我心理有盡力 那我就會更加容易接受 和不受影響 所以呢 即是我們個個都有這個情況 所以我個個都需要耶穌 我們沒有一個人 但是不需要神的幫助 每個人都需要神的幫助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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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庭